大家知道日本有很多的美食 我们台湾也有很多美食 我们的美食怎么会输日本的 可是你要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 随身带走的周边商品 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常常用比如说101当图腾 怎么没有去用我们台湾的 比如说蚝蛙煎来当图腾 蚝蛙煎呢 所有大陆人来台北要吃什么 鸡排啊 他绝对不是说我要吃101 但是我要吃什么 我要喝真奶 那所以我就看到日本有一家公司很有趣 其实大家有时候去餐厅 餐厅外面我们形容我们的玻璃柜 玻璃柜来内我们形容我们的模型 模型食品 那有一天我到东京的那个晴空塔 晴空塔是现在很有名的一个观光剧店 然后我就去旁边的购物城 就发现有一家店 它专门就在做这种食品模型 但是把它做成我们可以带走的纪念品 就像你不会没事想带一碗猪排饭回家吧 那个大的 可是它把它做成小的 比如说类似这样的 就是一个青子洞 那这个里面呢 就像我们在餐厅外面 玻璃柜看到的 可是变得好迷你哦 有可爱吗 真可爱 有精致吗 真精致 有味吗 真的有猪排味道 不可能啊 这就太夸张 对不对 其实就这么无聊啊 可是我们所有人去日本是不是都会想去吃吃青子洞 好 那你就给带一碗青子洞回家 就是我觉得有些周边商品哦 也许你会很在乎它的实用性 可是有些我们要的是一种情感的投射 还有什么 回忆啦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案例 然后还有啊 日本不是我们会做串烧吗 那你也可以带一串 烤鸭干或是什么干回家 嗯做得非常的逼真 那家店就是这么无聊 整家店全部都是这种食品模型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东京特色不够 那你可以带一瓢大板烧回家 就是你看就一瓢大板烧 哎 那那烧鸭干也能怎么 全对也可以啦 台湾有没有这种工艺 我想应该是有啦 只是要找 就像刚刚总监 他会去找我们传统的工厂 让他们再生 让他们重新的有能量 那我觉得这都是 也许这些东西哦 你看起来很无聊 可是你看了就觉得可爱可爱的 他真的有在地的精神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种分享 还有呢就是所谓的 呃当地的路标地标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纪念品 好 例如说电车站的站台 那其实我们台北也有捷运啊 对不对 那台北有捷运也有很多站台啊 可是你看他们就会把站台 做成这么无聊的扭蛋玩具 这是扭蛋里面的 比如说这一站呢 是秋叶园 然后这一站是品川 然后这一站是日暮里 然后这一站啊等等 哎 有重复耶 哦 新术 这个是重复的 日暮里的 就是我当时扭蛋重复的 其实很简单一个概念 但是就有一个地标 地域性的一个小纪念 然后它是用扭蛋的方式 所以扭蛋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骗我们的钱嘛 因为你扭啊 又重复啊 再扭啊 又是新术啊 再扭又新术啊 再扭这样 好会赚 所以我们观传局要加油 努力骗大家钱 好 这个是多余的 有人要吗 好 女生你第一个取手 你怎么那么无聊 你要这么一个吗 送给你 谢谢你 你不会可以站着你给我坐下 我怕你等一下就老头 那我们今天带你 就要走人的感觉 把他一起回到男朋友身边 所以这也是一个概念 那讲到这个呢 其实就是类似的产品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刚刚讲到是属于车牌的 就是这个 好 这个也是属于车站的站牌的周边商品 不过它比较大 它做成的是一个灯 这个没有 这是另外一个艺术家的周边 我只把它放在上面睡觉 这边有一个拉绳 它是一个灯 所以它是一个夜灯 所以刚刚的钥匙圈 如果你觉得 它可能没那么实用 现在大家出入都用BB了 开始钥匙越来越少了 那么也许你可以考虑 用一个就是这样的方式 就是用别的设计 来让我们的路标 有不同的生命力 我相信在几十年前 设计捷运 日本的地铁的logo的人 绝对没想到 他所设计的这个东西 山手线的配色 可以变成一个夜灯吧 可是就是可以啊 我们每天在日本都在逛 都在坐车 拉一下就可以 但是很容易坏掉 它现在已经不亮了 所以我就没有带来 这是其中一个日本的小设计